何沙亦回覆了我 6月2日一定有的 又趕到很實在實淺 6月2日已通過了 結果是怎樣 沒有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口罩供應嚴重不足 港產的口罩就應運而生 一粒口罩就是其中一間 聲稱港濟口罩 給市民使用的香港廠商 誰知錢就給了 但口罩一直都是有拖沒貨 我在3月3日上網購買 其實他說4月底開始發貨 做貨又發貨 5月頭又發貨 其實我沒有看清楚何時 因為每個人都很緊絕 每個人都要賣口罩 5月頭就等它發貨 一直在Facebook說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藉口出來 說它為何會遲 我們會遲 我們雜無旁撻 一直說的成多月 其實有很多人都 沒有收過QR Code去拿貨 其實我還差 我連一個電郵都沒有 持交貨你可以跟我們說 跟婦主說 他一直都不肯跟婦主說 只是肯跟傳媒說 傳媒問他東西就回答 我們問他東西就不回答 我們Facebook 全部人都被他打開 收不到口罩的 誰知他一個 在社交媒體上 亦有一個婦主大聯盟 他那人就答應5月中 5月中會出貨 如果他說5月24日 還沒有就可以退錢 現在他又不回 你想退房就退不到 你說有QR Code 其實一直都沒有QR Code 他說他的產能 每一個月有800萬個口罩 平均每日有7000至8000盒 但其實第一個Bash 他幾個口罩有一萬盒而已 兩個都全部都輸光了 那為何會這麼久都上不了 我在3月21日就向這間口罩商訂口罩 我是第二批的 我還有訂了7盒 你作為第二批 第一批他所謂陸續發貨 其實你會不會選擇等呢 還是怎樣 我會選擇想退款 其實我看回我的電郵 他們在5月24日的時候 就發了電郵給我們 就有一個限量會員內部營購 當你第一批都沒有的時候 為何你還要訂一個營購呢 那是令到我就失去了信心 就此我們今天上到口罩公司的辦公室 希望了解一下市民收不到貨的事 我問你要發電郵 我們自己約了錢 哦 要發電郵是嗎 是的 但直接截稿前 我們都收不到他們的電郵回覆 就連觀塘區議員都聯絡不到他們 我暫時昨晚收到84個 今天就有更多的朋友加入 現在大部分人跟我說 他們都是買了一至十盒不等的 最高的金額牽涉到2700元 如果一般整個這麼多個個案來說 大概是三萬多元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單向發放一些資訊 他們有單向說不好意思會遲了 但是當他們說是否有客服的熱線 其實他們都是打不通和沒有人回覆 我昨晚已經找了老闆說了 亦都找那間公司再說 但是我自己都未收到回覆 假設如果他們一直都不回覆 亦都沒有一個確實給貨的日期的話 我們會考慮看看會否去海關那裏做一些工作 後來我們再次聯絡公司的負責人 查詢口罩的發貨日期 他回覆只是努力出貨 明天起在33間的郵政局都會有口罩存貨 顧客亦都會陸續收到訂貨的QR Code 以領取口罩 他亦都為言誤而道歉 不過到底是否真的收到貨 就要明天才知道